赵丽颖偷偷打视频给儿子 想不想妈妈 儿子想想一开口 让赵丽颖追悔莫及 身价30亿的赵丽颖 四年赚13亿 在北京有一辆价值8000万的独栋别墅 保姆车是114万的埃尔法 甚至大手一挥给父亲送上了 价值500万的劳斯莱斯 可就是这样人美多金 事业有成的赵丽颖 却在和冯绍峰离婚后 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 这是怕儿子是个脱油瓶 拖延他的事业吗 真的是他自己放弃儿子的抚养权吗 赵丽颖和冯绍峰曾经是非常爱的一对 两人是在拍摄女儿国相识 两人在片场打闹不断 直到两人再次合作知否 剧中两人的爱情让不少观众纷纷喊话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吧 没想到拍完这部剧 两人真的在一起了 就凭两个人在娱乐圈的地位来说 赵丽颖是圈里非常有名气一线女星 是观众最喜欢的女星 而冯绍峰也是圈里出了名的富二代 两个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协调的 婚后呢 赵丽颖生下了儿子想想 作为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儿子 想想继承父母完美基因长相帅气 但在冯绍峰、赵丽颖两人的保护下 至今没有在公共社交平台上 曝光过孩子的正脸照 一家三口幸福不已 本以为有了孩子 两人的感情会走得更长远 没想到却突然宣布了离婚的消息 曾经有人问冯绍峰 为什么不戴结婚戒指 冯绍峰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说了结婚到现在 两人还没有互换过戒指 这让网友纷纷猜测会不会跟家庭有关系 离婚之后的赵丽颖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算是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是与自己的儿子 久久才能见上一面 于是就有网友问了 为什么赵丽颖不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呢 面对这些质疑 赵丽颖没有回避 而是用简单的九个字表达 她的经济状况比我好 其实赵丽颖放弃儿子的抚养权也是可以理解的 赵丽颖出身农村 在娱乐圈从跑龙套开始摸爬滚大 七年的努力才使她在圈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因为工作性质 她肯定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孩子 拍戏是让我最自然的 因为不管怎么上真人秀 她始终那台机器 它就会让我不舒服 然后始终都会有一些安排 或者一些 而冯绍峰的父母身为纺织业的商业大亨 家中十几亿的财产已经规划在冯绍峰的名下了 所以说冯绍峰生长在富足的环境中 几乎没有经历过现实生活中的大风大浪 相比起冯绍峰家的背景和教育资源 想想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甚至不缺钱的生活 赢在了起跑线上 这就是赵丽颖放心儿子给冯绍峰的原因 尽管赵丽颖没拿到抚养权 但她经常带着儿子出行逛街 去游乐园玩耍 每次和儿子短暂相聚后 便把儿子送往冯绍峰住处 一次赵丽颖偷偷打视频给儿子想想 接通的那一刻 赵丽颖问儿子想不想妈妈 结果想想一开口 让赵丽颖掉下眼泪 只见想想奶生奶气的说 我想跟妈妈一起住 不管怎么样 夫妻离婚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孩子 不管孩子抚养权归谁 只要两人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就可以 不知道未来的赵丽颖会不会寻找新的恋情呢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